好了搞定了收入总额了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同学们 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考试的时候是要求大家去做区别的 那咱们先解决不征税收入 看它名字啊 我们一直在强调 法律的名词都不是随便乱叫的 它每一个字都有用意 它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很多同学呢 法律学的不明白 考试提错了 他就归结于 你看这就是文字游戏 是吧 如果你觉得它是文字游戏 那就文字游戏吧 但事实上只有不懂法的人 才会说这个东西叫文字游戏 真正懂法的人 我们知道每一个字都有特殊含义 你不懂是你的问题 所谓的不征税收入 为什么叫不征税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不是企业的经营行为 带来的收益 由于它不是企业的经营行为 带来的收益 所以它的本质上就不应该征税 所以它叫不征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就两个 一个是财政拨款 一个是依法收取 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政府基金 财政拨款 是国家给你的钱 大家想一想 国家会随随便便给一个企业 进行拨款吗 我们说不会的 既然国家给你拨这笔款 说明这笔款 它一定是有专项用途的 比如说 某个化妆品企业 这个企业呢 在生产化妆品 研究化妆品的同时 承接了一个国家 关于皮肤方面的一个重点的科研公关项目 那么国家呢 给他拨了一笔钱 专项用于该项目的研究 这叫财政拨款 他拿到这个笔财政拨款之后 转过头去买原材料生产产品去了 然后打广告去了 这能行吗 绝对不行 财政拨款 专款专用 每一笔钱进出 它都是明确的 你必须用在这个项目上 对吧 它不是企业的经营行为 好 那么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将国有资产无偿化入企业 凡看清楚 指定了专门的用途 并且按照规定进行管理的 那么企业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进行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是吧 一定是专款专用 专门处理 不是让你随便乱用的 好 第二个呢 叫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 有国家给你的钱 当然反过来也有你给国家的钱 依法收取纳入财政管理的 我是全额上交财政的 我自己一分钱都不留 是我的经营所得吗 不是你凭什么收我所得税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企业的不征税收入 所用于支出而形成的费用或者财产 是不能扣除或者计算对应的折旧和贪销扣除的 这就是我们会计上的叫做配比原则 你有收入 你可以扣成本 如果没有收入呢 那当然成本也不让扣 对吧 这个内容要知道 好了 搞定了不征税收入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免税收入 免税收入呢 它不是写在这个位置上的 免税收入呢 是在后边的税收优惠 但是你去看我们那个 直接法的公式 是用收入总额减不征税收入减免税收入 而且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的题会把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混到一起 让你去挑 问你下列个项中属于不征税收入的 你免税的不能选 问你下列个项中属于免税收入的 你不征税收入不能选 所以这两个点 如果我们把它分开讲 没有意义 干脆合一块 所以调过来了 好 看清楚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 为什么叫免税收入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行为 对吧 你的经营行为是不是应该给国家交税啊 但是它的经营行为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符合国家鼓励的方向 由于这个经营行为符合国家鼓励的方向 所以国家说了 好吧 那我就给你免掉了 所以由于它符合鼓励的方向 因此 因此才免税 这就是区别 那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啊 首先第一个叫国债利息收入 同学们 企业有钱 投资购买国债取得利息 是不是经营行为 你到哪也说不出来 它就是经营行为 但是国家说了 你这孩子 不错啊 小孩 懂事了 有点钱知道不去澳门瞎花去了 是吧 投资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了 OK 既然如此 给你点利息 就免了啦 免税了 是吧 鼓励 那么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啊 国债利息收入是免税的 但是国债转让收入 那可不免税 您都把国债卖了 您都不持有了 您都不支援国家建设了 国家凭什么给你免税 是不是 鼓励持有 曝股里转让啊 好 接下来 二三两条 你可以合一块去计 第二条 叫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第三条 叫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非居民企业 从居民企业取得的 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 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啥意思 A公司 投资B公司 同学们 B公司是不是要给A公司分红 那么A公司取得的 就是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同学们 你跟我思考一个问题 企业所得税 A公司是企业 B公司是不是也是企业 我们在前面讲企业所得税的特点的时候 说过了 企业所得税 它是先税 后分 这是跟个人所得税的本质区别 对吧 它是先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 所得税费用 然后扣除掉之后 剩下的 才能给股东进行分配 它是用税后利润进行分配 同学们 说明什么 说明B公司给A公司分来的股息红利 已经是税后的收入了 那你分到A公司这 A公司作为收入 再去计算一次所得税 本身是不是涉嫌重复征税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为什么还要符合条件 原因很简单 这个条件 要求要求的是持有12个月以上 因为持有12个月以上 它是一种投资行为 我们呢 是鼓励投资的 而不是鼓励投机的 这是一种国家鼓励的行为 那投资和投机有什么区别呀 很简单 什么叫投资 投资是一种长期的行为 说我投资一个企业 我持有它的股票 扶持它的发展 这叫投资 而投机是投资机会 它是一种短期的投资 说我看这个公司经营的不错 我投点钱 它这个股票往上一涨 我赶紧卖掉 我赚差价 短期投资赚差价 这个叫投机行为 投机不是投机倒把的意思 这个不是贬义词 它只是一种短期的经营行为 而我们鼓励的是 长期的这种投资 我们并不鼓励短期的投机 所以只有符合条件的 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我们才是免税的 当然了 居民企业投资居民企业 和设立机构场所的 非居民企业投资居民企业 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说二三两条 合到一起去计就行了 而第四条呢 叫做符合条件的 非盈利组织的收入 同学们 你先不要考虑 它的性质是个非盈利组织 我就跟你说吧 一个企业 如果说从其他企业 取得了捐赠收入 算不算它的经营所得 肯定是算的 对吗 所以作为一个非经营组织 它取得的捐赠收入 也应该是它的经营性的所得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 这个捐赠收入 符合国家 扶持其发展的鼓励条件 因此我们就给它免收了 比如说红十字会的捐赠所得 这就是免税收入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经营性的企业 你取得了捐赠所得 你就得交税 但是它是红十字会 它取得的这个捐赠所得 它是用于公益失业的 所以叫符合条件的非盈利组织的收入 因此你看 都是经营所得 只是符合鼓励方向 所以免掉了 一再给大家强调这个点 就是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会把经营行为 非经营行为 全给你毁一块 让你跳 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符合条件的非盈利组织收入 不包括非盈利组织 从事盈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 如果非盈利性组织 它从事盈利性活动取得收入了 那该怎么交税 你怎么交税的 来我们看题 这道题说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来个项中属于不征税收入的 有谁 A是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 政府性基金 B是接受捐赠收入 C是国债利息收入 D是财政拨款 这是我们这一部分考题典型的出法 它会把三类收入放到一起 应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 和免税收入 让你往外挑 那么怎么去判定 非常简单 先看 是否经营行为取得的收益 如果它本身就不是经营行为 那是不是就不应该征税啊 那就是不征税收入 好 那么如果是经营行为取得的收益 我们再看 它是否符合国家鼓励的方向 如果是经营行为 但是符合鼓励的方向 那这个我就给你免掉了 就叫免税收入 如果你是经营行为 但是不符合国家鼓励的方向 那这个该怎么交税怎么交税 它就叫应税收入 就这么分就完事了 你看 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 政府性基金是你全额上交财政的钱 是经营行为吗 不是 所以这个是不征税收入 B选项 接受捐赠 是不是经营行为 是经营行为 你是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吗 我们说不是 既然不是 那它就不符合国家鼓励方向 你这正常的经营行为 该怎么交税怎么交税 是吧 所以这就是应税收入 C选项 国债利息收入 国债利息是不是经营行为 是的 那符不符合国家鼓励方向 符合 所以它是免税收入 财政拨款呢 是国家给你的钱 专款专用的 不是经营性所得 所以这个是不征税收入 问不征税收入的 选AD 问免税收入的 选C 问应税收入的 选B 爱怎么问 怎么问 这个就是思考的路径 知识点掌握了 逻辑关系 才是关键 好 同学们 收入搞定了吧 那接下来到扣除了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睡前扣除项目的概述 因为毕竟这一块内容是比较多的 准语在睡前扣除的一共有四项内容 分别是成本 费用 税金 和损失 成本没有考点 因为配比原则 企业有收入 必然有成本 合理的成本 一律都是可以扣除的 费用是我们这一部分考核的重点 我们讲了吗 扣除的三大原则 第一个是真实性 第二个是相关性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限额 它叫合理性 是吧 那有了这个东西在这还摆着 咱们得一项一项的去解决 所以在这咱们概述部分就不谈了 后边细说 那我们在概述部分呢 把后边这两个简单的解决 叫税金和损失 咱们一个一个来 我们首先来看税金 那么作为不得扣除的税金 包括两个 第一个叫准语抵扣的增值税 第二个是预缴的企业所得税 这一块内容呢 大纲写的简单 不得扣除的税金 给了俩一增值税 一个企业所得税 很多同学看完不明白什么意思 是吧 增值税之所以不让扣 你得分清楚了 它必须是准于抵扣的增值税 准于抵扣的增值税 它是价外税 它根本就不进收入 是吧 如果还不明白 你就把会计分录 销售商品的会计分录写在这 你会发现 是吧 代主营业务收入 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这是分开的 它没进收入 你说你怎么从收入里往外减它呢 这也是我们在开始介绍税种故事的时候 特别强调的 说企业所得税 代一群小弟 跟增值税斗了个旗鼓相当 为什么专门斗它 就是因为 就它老哥一个 是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当中扣除的 第二一个就是企业所得税 有同学说了 你不算企业所得税呢吗 你怎么可能扣企业所得税呢 因为企业所得税 它执行的是按年计征 但是它要分月或者分计预角 我们所谓的不得扣除 是不能去扣除那个预交的企业所得税 因为你算的就是所得税 你再扣所得税 你就没法算了 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外 准与扣除的是 其他的税金 当然也包括不得底扣 寄入了产品成本的增值税 那么寄入了产品成本的增值税 要么它是在产品的成本里面扣掉了 要么它是通过折旧和贪销扣掉了 总之那个是可以扣的 当然准与扣除的税金 又进一步分为了 寄入税金及附加科目 可以直接扣除的税金 也包括寄入了相关资产成本 通过折旧或贪销方式扣除的税金 比如说我们说不得底扣的增值税 就是这一类 但是呢 我们的经济法基础的考试 对这个内容就不做进一步要求了 因此在这儿咱们也不再展开去详细列事了 考试的时候就一种考法 问你下来个项中 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税金 有谁 那么你记住了 两个不能扣 第一个 就是他 增值税 第二个 就是他 企业所得税 考题 未见得表述的这么清楚 就考题如果表述成准与抵扣的增值税 他肯定是不能扣的 但是考题如果什么都不说 他就说增值税怎么办 我们默认是准与抵扣的增值税 这一块在考试的时候 你别较之 你别说你没说清楚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答了 那就麻烦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损失 损失呢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呢 只有个别的判断题会涉及到 所以呢 在应试指南上 我们就略了 我们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展开来写 但是呢 课上呢 我们有时间嘛 所以我们或多或少的给大家聊两句 损失呢 我们分为准与扣除的损失 和不得扣除的损失 准与扣除的损失呢 包括正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的合理损失 以及因为管理不善和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非正常损失 这一块呢 大家得注意一下啊 它跟我们进向税额不得抵扣那一块不一样啊 进向税额不得抵扣 只有管理不善造成的非正常损失是不得抵扣的 合理损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都是可以抵扣进向税的 它不需要做进向税额的处理 对吧 不需要转出的 那么这一块说的是所得税的扣除 所得税的扣除不管是什么原因损失的 它都是你企业损失的资产 你在计算所得税的时候 你肯定都得去处理它 那么至于不得扣除的损失 包括的是违法犯罪造成的损失 那各种行政性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刑事责任辅加行中的罚金和没收财产等等 大家要注意 国家在征税上一定体现鼓励和抵制两种情形 对吧 那大家想一想 在我们的会计处理上 企业各种行政性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什么罚金没收财产 我们是做营业外支出来处理的 对吗 营业外支出 它是从会计利润当中减掉的 你站在企业的角度 这个确实是我企业的支出 我减掉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站在国家的角度 如果让你从应纳税所得当中往下扣 就意味着你要少交所得税 那你想想吧 本来我罚你 就是为了长记性的 结果罚完之后 这边少交了所得税 变相的改成鼓励了 那到底是罚还是鼓励 是吧 所以我们一罚就罚到底 这边罚完 这边不让你扣 这就是这些相关的损失 不得扣除的原因所在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货不单行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损失资产收回的税务处理 如果说这一部分能考 就是这个点 它可以出考题 所以这个点 请大家适当关注一下 其实考也是判断题 说企业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 在以后纳税年度 又全部或者部分收回的 应当记录当期收入 其实呢 它说法跟会计的处理 是有差别的 会计的处理呢 应该是充减当期的信用减值损失 或者是资产减值损失 那我们的所得税当中呢 它就没说那么复杂 它就直接写了 记录当期收入 其实你记录收入和充减损失 对利润的影响 或者对应纳税所得的影响 是一样的 在这儿我们给大家 简单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这儿用了三个科目 是吧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和信用减值损失 是吧 一看到会计上这丁子库 马上是吧 就感觉倍感亲戚 这就是会计人员 那如果说企业计提坏账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坏账准备 对吧 这是预计 计提 而实际发生坏账的时候呢 我们是借坏账准备 带应收账款 去充减应收账款 对吧 这就是我们会计上的处理 那么如果说 已经作为损失我们处理的资产 在以后年度又收回来了 就有一些企业明明已经不行了 结果呢 死灰复燃 起死回生了 比如说 罗永浩 真还准 对吧 锤子手机倒闭了 原则上这个钱 他应该是还不上了 但是人家就还了 没点讲理去 对吧 那是不是好事 当然是好事 是吧 我们希望这种人是越多越好 这真的是社会诚信的一种体现 那以前年度我们已经做了损失处理 现在人家又还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 是不是先迪把已经处理掉的 应收账款转回来呀 所以这块 我们是转回已经合销的应收账款 叫借应收账款 带换账准备 然后人家还我钱的时候 我就借银行存款 带应收账款就冲掉了 你们会计上处理到这就完了 对吧 为什么处理到这就完了 因为应收账款在会计上 我们是按照余额百分比法来集体 我们不是就单一的每一笔应收账款 去集体换账准备 我们是整体去计算 最后提差额 但是事实上就单单这一笔来看 你光转到这儿肯定没完 你当时处理了两笔 你现在转也得是两笔 因此它还有一个信用减值损失的转回 对吧 那我们应该是借坏账准备 带信用减值损失 所以我们说应该是充减当期的损失 但是充减损失跟确认收入 对利润的影响没有区别 你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损失的申报了 企业发生资产损失 应该按照税法规定 实际确认或者实际发生的当年 去申报扣除 注意啊 发生损失必须是在实际确认 或者是实际发生的当年 才能够去申报扣除 你不能够记题 税法认的是实际发生 税法不认预提 不认记题 否则的话你想想吧 如果我要认记题的话 你这个企业就不用交税了 我所有的运收账款 百分之百记题坏账准备 我还交什么税 对不对 好 再往下 是以前年度资产损失的追捕 如果说 以前年度发生了资产损失 原则上我们应该是在当年申报 可是呢 它未能在当年的税前扣除 那我们可以按照下边这个规定 向税务机关进行说明 并进行专项的申报扣除 你如果是一种正常的经营过程当中的合理损耗 或者是资产 你正常的使用到了报废年限的自然损耗 这种情况下 我们做一个清单申报就可以了 但是像这种特殊的损失项目 你必须要进行专门说明 所以我们叫专项申报 那么它确实是属于实际资产损失 准与追捕是该项损失发生年度去扣除 但是追捕年限一般是不超过五年的 那么企业因为以前年度实际资产损失 未能在税前扣除 而多交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可以在追捕的确认年度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当中于抵扣 是吧 我以前多交了 我今天就少交点 那么如果不足抵扣的 可以向以后年度去递延抵扣 就补差补足为止 好了 我们来看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说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 企业按照规定交纳的下列税金中 再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 准与扣除的 有谁 那你记住了 不得扣除的是俩 一个是准与抵扣的增值税 一个是预交的企业所得税 那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简写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把这俩剔除掉 剩下的都是准与扣除的 有谁就选谁 那么这里边有企业所得税 有增值税 把他们俩排除掉 他们俩不能扣 剩下的爱谁谁都可以扣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A和B 像这种题目就是 错误选项是固定的 正确选项是不固定的 所以你就把那俩不能扣的记住就行了 对我来说 让这些语言 有语言